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八百四十九集 叶凡有些沉默结舌 他竟完成了一个壮举 连堵八十一条天龙 不说前五古人也差不多了 除去几位大帝外 并没有几人做到 毫无疑问 他破入了画龙秘境 脊椎骨如一条龙复活了一样 拥有无尽力量 轻轻一动 震塌虚空 画龙第一遍大圆满 叶凡吃惊 度过雷结 不仅跨过了四集到画龙的那道坎 而且差点直接化成画龙第二遍的强者 要知道 他并没有修画龙秘境的古经 从理论上来说 根本不可能跨街 这一切都是大龙结带来的好处 叶凡盘坐虚空中喝了几口神拳 快速的恢复了过来 刹那间晋升巅峰 他感觉到了无以伦比的强大力量 这就是画龙强者 他终于晋升到了这一领域 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举手台族四可破天 天结退去 雷海消散 叶凡换了一件衣服 长身而起 此时他精气神十足 双眼深邃 皮肤晶莹 闪动宝光 明镜无暇 另一边 雷结神塔破裂 燕云乱栽落了出来 浑身冒青烟 几乎快被烤熟了 天哪 发生了什么呀 叶折天竟然安然无恙 燕云乱快死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燕云乱 引来天结没有劈死对手 自己去 渡劫失败了吗 人们目瞪口呆 不久前 还在为燕云乱惊叹呢 结果现在很多人都傻眼了 远处姬子月咕弄说 这个家伙太坏了 一双灵动的大眼 早已弯成了月牙状 长长的睫毛轻铲 脸上小酒窝呈现 极好月也有些无言 他们兄妹可是身知底细 他替燕云乱莫哀 比战力足够了 何苦如此 那为什么选雷结呢 小燕子熟透了 快变成烤鸭了 另一边 江淮人李黑水柳寇几人聚在一起 同时刀鼓黑黑的笑了起来 其货水小嘴张得很圆 感觉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样呢 天结难道批错人了吗 怎么正主倒下去了 另一个活蹦乱跳的走了出来 杜绝 将自己劈个半死 还没有我吃掉的那头正在肚结的野龙劈后呢 野蛮人咕弄 此语一出旁边的人立刻远离他数十丈远 这是一头人形凶手 比劈后的话谁都发出 妖孽也不行 雨蝶公主也来了 杨之美玉一样的翘脸上有些惊讶 美眸闪动异彩 现场一片安静 过了很长时间 突然沸腾了 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谁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呀 到底是谁在杜劫 燕云乱怎么快被劈死了 另一个人怎么活蹦乱跳的走了出来 许多人都难以接受 刚才还在赞台燕云乱呢 结果转眼间却被惊掉满地下巴 燕云乱 引动无边 天节却冲冠失败 自身半废 元气大伤 不知道要休养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这个结果惊掉了一地下巴 众人正正无语 郑主被自己引来的天罚快劈死了 而多一手却活蹦乱跳的走了出来 精气神十足 跟喝了龙血一样 燕云乱 浑身焦黑 无力的瘫软在那里 体内不时有电芒冲锄 琵琶作响 而另一个人却豪整以暇 对众人挥手呢 这是一个让人无言的画面 一切似乎都反过来了 许多人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这太打击人了 叶凡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将燕云乱给干掉 可是想来纵然如此 其他人也早有怀疑了 郑主半死不活 他却跟吃了人生果一样 浑身汗毛孔舒张 精力充沛 实在说不过去 大地上满目疮痍 短山 大裂谷 深渊到处都是 雷杰摧毁了这片荒迈 成为了一片不毛之地 最终 叶凡还是伸出右手 要斩掉燕云乱的头颅 虽然是众目睽睽之下 但是他没有什么忌惮 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 再换一副戎毛 一朵祥云飘来 金色道衣烈烈作响 一个老人出现 副手而立 仿佛要羽化登仙而去 拦住了叶凡 手下留情 老人开口 救下了燕云乱 他鹤发童颜 精神绝朔 一望可知 修为绝顶 叶凡认识他 在盘桃盛会上见过 老人还曾邀请他 进入骑士府 却被他婉拒了 此时 这种人物出现 他自不好出手了 见了一礼 我观小友气宇不凡 不知是否 愿进骑士府啊 多谢前辈 好意心领 小子懒散惯了 进入骑士府 怕天天触犯府规 远处所有人都惊异 竟然有人拒绝 骑士府的邀请 虽然很委婉 但是一样的效果 他有什么来历啊 连骑士府 都不屑入内吗 何曾有人拒绝过 倒是也有 东荒的那个妖孽 不是一直没有来吗 也曾玩具 燕云乱大败 差点被自己的雷劫劈死 这则消息轰动骑士府 没有前来观战的人 都很吃惊与后悔 骑士府判 竟有这样一个邻居 小邻主威名传到 古仙山脉中 五大狱的年轻强者 全都很差异 此时 仙府世界中发生了大动乱 满谷兽王驱动数十万亿兽 如洪水一样肆虐 许多人存侥幸心理没有退出来 遭遇了大劫 在这些天以来 鲜血染红了石崖洞府 诸多人族修士死于非命 成为异兽的腹中餐 伤亡惨重 保守估计 但凡没有退出来的人 有九成都被异兽给吞噬了 连骨头渣子都没有剩下 数十万异兽 无边无言 如一片乌云 又如洪水滔天 所过之处 任何强者都要避退 什么都剩不下 此时此刻 没有人敢进去 纵然是绝世皇主都只能等待 异兽动乱 可危及到所有人 而在这几天中 各大势力紧急磋商 下次进入仙府世界 任何人都不得猎杀异兽 晚不可招惹 这一次的满谷兽王大怒 血洗人类修饰 主要是因为许多人 不易受幼崽 取满受真血去炼药 犯了大忌 这几日间 不少人出现在 叶凡的领地中 都是骑士府的弟子 都是慕名而来 想看一看 这个小领主 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过 却没有一个人 骑灵兽来 许多人都早已听闻 此人爱吃灵兽 把骑货水的龙马 都给吃掉了 暂时无法进入仙府世界 一夜凡嫌疾无聊 四处转悠 竟在相邻一处领地内 发现了一片仙牙 许多修士在出没 其中 很多人都是骑士府的弟子 在这里与人交换所需 类似于一座修者的方式 这片仙牙高达上千丈 一场斗鞘 凡人根本上不来 寸草不生 崖壁上很浩大 进出皆为修士 此地很是不凡 存在无尽岁月了 据说每次骑士府开府 这里都会成为一片自由交换地 相当的古老了 叶帆觉得很新奇 四处走动 有玉石铸成的楼阁 悬挂各种神兵利刃 也有直接摆地摊的 兜售各种灵药与古堡 最终 叶帆在一个老瞎子面前停了下来 地上只有一张破草席 上面摆了几块 黑不溜秋的石头 老瞎子 卖力地在向人兜售 龙随师啊 绝世其真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多少圆一块啊 叶帆蹲下身来 仔细观看 将几块鹅卵大的石头 在手中掂量了几下